就是這個地方你可以用正列 那第二個當然你也可以什麼 比如說你也可以把這個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i欄裡面 的什麼位置呢i欄裡面的 這個位置可以從這個位置 那剛好我這邊有一個清單有沒有清單你可以把這個清單 Ctrl C 然後放在哪裡呢 放在你們這個i欄的這個位置 不知道貼貼不貼上 應該理論上是可以貼 貼上之後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清單是我們的順序 類似像這樣子 OK貼上了 那不就可以抓這個 然後把這個 的名稱對應到放在第一個 這個名稱放在第二個 兩種方法 一個是 正列一個是放這邊 這個是實體的 正列是虛的 那正列怎麼做首先的話呢第一個 正列的話必須要宣告 那程式嘛 比較其實也沒有很永長 你們可以看一下在這一段程式 的下面 如何建立正列 一直到回圈 這一段 我直接先把它複製貼過來 這兩行先把它當註解 好 Enter 直接貼上好了 因為時間關係我就直接來講 那如何建立一個正列 這個正列有點像是 放在記憶體裡面的那個 清單 那比如說我今天怎麼樣建立一個正列 記得那個正列的名稱自己可以定 我叫myshits 後面加個刮壺 這個刮壺的意思是說 它是一個正列 那必須要宣告 特別注意我們前面幾乎沒有講到宣告 因為其實在VBA裡面的變數是不需要宣告的 他也可以使用 但是你要宣告也OK啦 你就加一個DIM 定 然後它的變數名稱 比如說我們那個I有沒有 IC有一個變數 你也可以定一個I啦 OK 那當然 那 變數 你也想說老師那你為什麼不宣告 我想說 不宣告也可以用 宣告也可以用 那當然就不宣告就好了 就不是說少一行嗎 就像你今天去餐廳 你打電話去 定位 跟不打電話去 定 也是都會有位置 那你幹嘛打電話 對不對 有點這個味道 那當然還有一個 重點就是 城市可以少一行 我講過我的城市絕對比較少 所以少一行 將來如果你要加一個 可以啊 OK 比較嚴謹的城市開發 一定都要宣告 而且除了宣告之外 還要宣告它的資料 形態 比如說這個變數裡面只能放什麼 只能放文字 只能放數字 但是因為VBA我覺得 它是屬於比較 一般性商業應用 那如果你這麼嚴謹 這個恐怕對一般同學開發 會造成困擾 所以暫時我先不講 可是如果將來你想要學更多的話 你再去了解 應該也是OK的 好 那正列一定要宣告 這沒辦法 所以定一個正列 那小刮壺 我有的時候小刮壺 可能會加一個12 這個12什麼意思 就是你可以放 不是12個資料 是13個資料 因為它的資料編號一定從0開始 所以0到12 所以一定會有13 那因為我們是 先 宣告 然後再放資料 那怎麼放資料 我們後面不是有個清單 請你把那個清單複製過來 前後加雙引號 中間加逗點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外面再包一個array array的這個 這個函數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 這邊總共會有13 這邊是加個底線 空白加底線就是 等於是接在一起同一行 也就是說它會幫我把 這個清單 裡面的13個東西 放在正列裡面 變成一個 記憶體裡面的清單 它的順序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你放進去的 這個是0 這個是1 這是2 一次類堆 這總共有13個 所以它會一直到12 對不對 所以以後你要抓 抓假斑的話 怎麼表示 schütz 瓜糊0 就表示假斑 schütz瓜糊 1 表示乙斑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那這樣的話呢 如果說我要跑一個回圈 正列 正列 加 就是 回圈 加正列 就會是一個 很好的partner 為什麼 因為回圈剛好可以 循序的把 正列裡面的 直抓出來 所以第一個 我們可以怎麼寫 假如說我今天已經建了一個回圈 那我可以 直接跑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什麼呢 假設我今天 這樣 for i 等於0 到12 0到12 應該知道這意思 0到12 那如果今天要 學習向上面的 表示法的話 schütz抓第一個 就打一個什麼 買schütz 對 你就打一個 買 我要去抓第 第一個就買schüt 這個是他的那個 正列的變數名稱 瓜糊 第幾個 第0 假斑是0 那我現在上面有一個i 有沒有 所以呢我可以把這裡面換個i就好了 這個i以後放進來的話 先抓第0 那就假斑 放進來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點 一樣move 所以後面的話 其實可以 直接從上面 抠下來 點move 那這邊的話呢 1 0 如果用i來表示的話呢 那怎麼樣 加什麼 加1比較好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這個應該是比較 不容易 不容易理解的地方 但是應用 卻非常多 為什麼因為 常常你會有一些資料 一個清單的資料 那你要放哪裡比較好 你如果偶爾是 那你可以放在那個 Excel裡面 再來抓 這等一下要講 可是有的時候 你為了要放個資料在某個地方上面 其實也是挺麻煩的 倒不如放正列裡面 這個正列有點像是 臨時性的一個 空間 像剪貼布一樣 先放上去 然後放上去之後的話 做完了 它就不見了 OK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跑完之後的話 那這邊當然我們按 F8好了 租行來看 這個時候 他會建立一個 陣列 那如果你不知道這個陣列裡面有什麼東西的話 你可以選他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新增監看式 這個新增監看式能夠做什麼呢 各位可以看到 按下去 他這裡面就告訴你 你的 你的陣列裡面 總共會有0到12 12 放了什麼東西 這個是值 有沒有看到 所以 以後的話 你要了解一個 陣列變數裡面放什麼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去觀測他 然後呢 這個可以把它關掉 好那再來的話 甲斑 所以這個甲斑 第一個是甲斑 移動到第1個 所以甲斑已經移了 然後再來 乙斑移動到第2個 所以各位可以看下方 再來是丙斑 移動到第3個 丁斑 OK好 這樣不就 全部幫你跑完了 結束 好 如果倒過來好了 假設請問 如果要 顛倒過來放 請你把甲斑放最後面 然後呢 駭斑放在 最 最 就 如果要顛倒放怎麼辦 後來發現了一個簡單的方法 把這個 拿掉 就不會 拿掉之後 會怎麼樣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喔 如果今天 把它拿掉 甲斑放第1個 乙斑放哪裡 也還是放第1個 丙斑放第1個 有沒有 那會怎麼樣呢 會剛好顛倒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顛倒的話 非常簡單 就是把i加1 改成1 就好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 每一個都會移到在第1個 所以他變成 本來他在第1個的 那他又 移到他第1個 他又移到第1個 變一直一直往 往那個 前面放 那全部又顛倒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顛倒的話 很簡單 這邊的話 把原來的i加1 改成1就好了 OK第1個 這個是利用正列 特別叫 正列 這個概念很重要 以後如果像一些資料 你沒地方放 你可以先放正列 或者是 從資料庫 常常會用到 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你要先前置先處理完之後 再丟出去的話 也有可能會先放在正列裡面 然後 處理完之後 再丟到iSail裡面去 好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移動工作表 這一段 這段程式碼的話 在 我們的 這個地方 直接外面這邊就有了 程式碼 你就打開來 就這一段 等一下再來看 從某個範圍 所以等一下 你們可以把 我們的 剛剛i 放在假班裡面 假班裡面的話 這邊有一個 這邊貼上 貼上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表格 好等一下就是 從這個範圍裡面去抓 然後來排序 好來畫面先換給各位 大家好